嗨,小朋友们,小五好,欢迎来到陈老师的学习天地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华语 那上星期我们已经学了野生动物 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看动物的一些词语 好,今天我们要学的是读句子 谁的耳朵大 这是大,谁的耳朵大 大象的耳朵大 所以我们从图片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谁的耳朵大 那就是大象 好,第二个,这是老虎 那他问什么呢? 谁的耳朵小 谁的耳朵小 老虎的耳朵小 老虎的耳朵小 谁的脖子长 长颈鹿的脖子长 所以我们看到箭头指着脖子 而这个脖子是谁的呢? 长颈鹿 长颈鹿的脖子如何呢? 长 谁的脖子长 长颈鹿的脖子长 好,接着下来我们来看的就是河马 那谁的脖子短 河马的脖子短 所以我们从箭头这里看到的指着脖子 而这脖子是谁的呢? 河马 好,最后一个 这是猴子 猴子在做什么? 在爬树 那什么动物会爬树? 猴子会爬树 OK? 所以我们看到爬树 就是什么动物呢? 猴子 猴子会爬树 我们再来读这十个句子 好,一、二、三 谁的耳朵大? 大象的耳朵大 谁的耳朵小? 老虎的耳朵小 谁的脖子长 长颈鹿的脖子长 谁的脖子短 河马的脖子短 什么动物会爬树? 猴子会爬树 好,今天就到这里 记得做你的功课 在这里和大家说声 再见